好 不知道大家 昨天網上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總統後 副總統的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 昨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趙少康除了針對賴皮療 痛批賴清德三片以外 針對了經濟 通膨以及就業 也有著墨 先一起來聽 民進黨執政八年了 人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民進黨這些大官吃香喝辣 綠能張藍的 一般人是怎樣 那蕭女士你知道 現在一塊雞排多少錢嗎 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錢嗎 一塊雞排原來是35塊 40塊 現在90塊 100塊 原來一杯珍奶 25塊 35塊 現在要50塊到100塊 你跟我們講說經濟成長多少 GDP多少 老百姓的感受是這樣子 老百姓的心之所得 已經趕不上物價的飛漲 各位好朋友 我們的青年朋友絕對不是草莓族 不是艷世代 不是躺平族 現在的青年最大的痛苦 是沒有機會 沒有發揮的餘地 有志難生 很多年輕人被逼到柬埔 才去打工 被人家騙 被人家殺 只有網軍1450發大財 只有民進黨的 綠入的金主發大財 好 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時候 趙少康 火力全開 針對的不只是賴皮疗 還有一些就業 通膨等等爭議 是不停在放話 還有就是在針對賴清德 在說福茂的時候 福茂他說會讓5000萬大陸人來台 說這個是一個木馬屠城的狀況 好 現在趙少康就說了 民進黨說要去WTO申訴 現在過去申訴了嗎 現在我們美牛 美豬都吃了 那結果又是什麼 還有另外有點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現在因為淨零碳排的關係 那麼錯誤的政策 是比貪污還要更可怕的 尤其現在蔡政府不是定調說 2025年要非核家園嗎 但是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COP28的時候 有22國也有共同的成立說 在2050年的時候要宣示 要來讓我們的核能產能 要提升現在的三倍 全球這個部分 要來達到淨零碳排 但現在跟我們現在蔡政府的 一些相關的政策跟方向 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錯誤的政策 是不是比貪污又更加可怕 另外現在在昨天的時候 晚上可以看到 趙少康火力全開 那現在國家機器 是不是也動起來了 因為就在昨天 證件會發表之後 我們看到機關數馬上就回了 針對這個黨疫苗 還有高端炒股的事情 絕非事實 另外他在發表會當中 又有批評到台電 以及中油虧損的部分 經濟部也有說了 吸收燃料漲幅 是為了要減緩通膨的 一些相關因素 還有講到我們在 無人機構買這個東西 當冤大頭 國防部也拿出了數據 來打臉說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農業部也出手了 他說中國已經淪回 我第四大外銷的市場 這件事情 除了我們看到 趙少康的表現之外 蕭美琴在昨天的一些相關表現 也引發討論 包含了在當中他就提到了 他披小英戰袍對決藍白 總統曾經多次叮嚀 因為根據了解 其實蕭美琴昨天的穿著 總統蔡英文的西裝外套上陣 這個蔡英文為此之前 其實就有多次的叮嚀了 我們先看到一下 昨天的一小短片段 我知道你們可能覺得 民進黨不夠好 有一些改革也許不夠快 或不夠進步 我也承認 確實有些從政同志 忘了當年的初衷 在紀律上 在道德上 有疏失犯了錯 讓人留下不好的觀感 我知道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 必須承擔 改革沒有速承擔 往往在達成目標之前 都有傷痕累累的過程 好 乍聽之下 好像是滿感人 也有檢討的意味 但是網友馬上看不下去了 你違建都不拆了 是要檢討什麼東西呢 而且你現在這些都可以動手 把那些問題解決 但你們執政了八年 然後你鬼才會相信 你們現在說的這些話嗎 根本就是還沒有選上 就已經在說謊了 至於相關評論也點出了 其實蕭美琴大將之鋒的後面 其實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 包含了前面 用優雅的一些姿態 包裝他鐵板的意識形態 以柯文哲都說 外交會走蔡英文的路線 強調最能夠繼承蔡英文路線的 就是美德沛 這個正是民進黨對於民主的最大誤讀 那麼政黨輪替才是民主的常態 另外我們看到了 民意這個是叫沈正南 他在看這間證件會的時候 他也提到 其實他認為趙紹康在三個人當中 是表現最好的 一方面蕭美琴用中文演講 沒有英語的加持 然後口才跟台風 其實就跟蔡英文一樣 令人想睡覺想要轉台 反而是趙紹康真的令人欽佩 自己感想就是趙紹康第一名 先問一下仁俊哥你怎麼看 昨天你有看那場吧 而且昨天晚上就還 晚上他們這個政見會晚了之後 我們還參加友台的Live 馬上是不是 立刻就Live 我就這樣看 就是說昨天如果就三個人來講 我就各自就是 走自己最擅長的方式 譬如說趙紹康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趙紹康有點在主持節目 就是他很多的議題 然後非常多的 一個多元的角度下去去走 而且看起來 譬如說他把很多的對象 對到了賴清德 當然有些人認為說 這是一個政見發表會怎麼搞得 好像在辯論會 另外你說像這個吳欣盈 大家也就覺得他從頭到尾 最少他就是一直看著 然後把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給唸完 除了那個Johnny Walker 引起很多人討論之外 說小時候喝什麼Johnny 我說應該很多人在那個年代 會喝的應該是Whisbee之類的 蕭美琴當然延續他過去 被人家認為說 他是確實在複製 蔡英文的那個形象 包含他的梳妝 甚至講說昨天的那個外套 甚至都還是 什麼蔡英文的那個外套 但我今天回來看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 確實在一些的議題上面 三個人都有抓到重點 比如說各自 你知道這個 他的幕僚在作業的時候 一定會想說 那別人會講什麼 他一定會有一個 對話的一個過程跟空間 那看起來能源的部分 確實在昨天的時候 大家也都提到了這一塊 有幾個議題大家是有聚焦的 但我們現在就回來看 當這些東西不管蕭美琴 是不是要去複製 一個蔡英文的樣子 或者他是把稿子給念完了 就是說不管他有沒有 什麼價值 民進黨認為那叫穩健 有人說聽的叫做想睡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當賴清德跟蕭美琴 現在想要延續 蔡英文路線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問說 那你們現在提出的 這一些東西 為什麼這八年你們不做 為什麼賴清德你在這次 但是最少後面這四年時間 你也是做副總統 為什麼這些問題你們不做 等到你現在要選舉的時候 才告訴大家講說 我今天有什麼東西 我都要再去做 我要再去什麼 然後呢 就像現在最新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 包含到大陸片面的單方面 在明年1月1號的時候 要取消12項 在ECFA裡面 跟石化業有關的東西 我看到政府永遠的說法是 我們已經因應了 我們已經這個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它所佔的佔比非常少 佔比少多是一件事 但就是有人受到影響 結果我們政府 每次遇到這些人說 對 我們掌握了 好 但因為它的佔比 你看農產品也是這樣 都跟你講說影響不大 石化 影響不大 這些影響不大的 影響不大的 東一個西一個加起來 它還是有人受害 可是政府好像就一句句講說 因為不大 所以怎樣 我們不要擔心嗎 我們不要管它嗎 我們不要在乎它嗎 就是因為這一點一點 你覺得不大的影響 導致到目前為止 民進黨為什麼認為 選情很緊繃 為什麼要趕快 催它的動員支持者 說趕快出來就投票 就是這一些 把你們自己給拖垮的 你剛剛說很像在看節目 我昨天看了好像在看 校長站警示 是不是 超像的 季祥哥 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道歉 然後最後只要你敢 跟他的認同不一樣 就到處出真理 而且是用國家機器出真理 用反滲透法 各種方式出真理 蔡英文的名言 對不對 然後蔡英文的名言 如果政府聽不到 你可以再說一遍 還聽不到可以拍桌子 你敢說 你貼個黑心臭雞蛋 八個小時就被抓起來了 對 新北的謝先生 然後信公豬肉 才出來反萊豬 早上被檢舉 下午立刻安檢 查水表速度是一流的 蕭美琴今天跟你講 年輕人或許覺得民進黨不夠好 改革不夠快 聽起來很謙卑 我跟各位說 民進黨的謙卑是有條件的 民進黨只有在敗選的時候會謙卑 你在2016年贏的時候 東廠張天青台大沒校長 2018年拜的時候台大校長 終於一年多沒校長 台大就有校長了 對不對 然後2022年一贏 立刻關新聞台 對不對 社違法開始努力查大家水表 然後要推網路中介法 2022年輸了以後 網路中介法就踩煞車了 像2024年我直接跟各位預告 只要民進黨2024年贏 第一個通過的就是 數位中介法 為什麼 因為媒體已經被他掐 然後接下來就是網路這一塊 就我剛剛講的 那個什麼Short TikTok 我們講那個什麼 YTI 各的影音平台裡面 民進黨現在這一塊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掐大家脖子 他一定會過屬於數位中介法 所以回頭今天看這一場證件會 為什麼趙阿康這麼吸睛 因為趙阿康就把人民心聲 講出來了吧 哪一句講的不是事實 現在大觀就是吃香喝啦 然後呢 青年人對不對 拿社會住宅 因為說20萬戶 真的中央蓋的 完工的 我在半年前看到知道是0戶 結果賴清德可以說蓋50萬戶 陳建仁說可以蓋100萬戶 這當你年輕人是什麼 塑膠嗎 所以謙卑 民進黨敗選才會謙卑 謝老師 因為我知道30多年前的時候 我記得趙昭康好像是跟謝長廷 還是阿扁在台大那時候 你的口才就相當的好了 這次裡面當然他又 他是比較 姿態會比較低一點點 跟以前咄咄逼人不太一樣 不過還是要小心 你知道那次被棄黃寶城對不對 雖然他這次不是選總統 但是就是說 可能綠營的這些人 你再怎樣講有道理 大概講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是覺得大概就是說 有關於20到40歲中間這一塊 中間選民 我想國民黨內部的內參 或者是TPPS裡面 也可以呈現出來 就是說到底民進黨做得不好 然後你去罵他以外 我們這邊有沒有自己 端出什麼樣的鋪陳 那可以讓年輕人有感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說 目前大概守住了 然後再擴張選票最快 另外就是說有關於這個消滅情 現在看起來就是 蔡英文2.0那個樣子 不過基本上 消滅情就是這個樣子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腦會有一些東西 或者是怎麼樣這些東西 我只能講就是說 你到底雙向遠的時候 威脅我們記者說 萊豬的時候 你到底是替我們講話 還是替誰講話 他在花蓮的時候 亞泥礦業法的這個部分 他為什麼被唾棄 你不知道老是講說 你在那邊耕耘10年嗎 你重要關頭的時候 你有沒有幫大家講話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有一些字眼 都不能講對不對 我在講說 我在跟你講 Turn code 魁斯林 好嗎 重要關頭的時候 不是站在我們老百姓的立場 你到底是來什麼 是美國派你來監軍的嗎 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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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成什麼東西 OK 剛剛很特別提到 就是違建不猜 你看網友現在 剛剛他講那一段話的時候 有特別感覺嗎 你說這個 對 剛剛他有說什麼 民調不夠好 會再次去檢討 蕭美景是不是 已經在講講完了